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点新闻 我是Vicco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本安股市的最新情况 恒新指数最新报16538点 跌56点 国企指数跌40点 报5596点 大市成交暂时有864亿 虽然市场今天并不是跌很多 但看到上升动力也没有前几日那么好 不过Mont Stanley最新说 大家可以留意着 未来几个星期还会有两大事件 结果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 包括美国中期选举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 监督委员会对中概股的审计结果 居行预料PCAOB会对中概股的审计结果 将会是正面 或者可以成为中国离岸市场上市公司的积极趋化势 估计结果正面的机会率比较高 亦可能对中概股和内地互联网行业的股份提供支持 今天虽然科网股表现比较偏远 但跌幅也不算太大 腾讯暂时还可以升 暂时升0.1% 阿里巴巴表现比较弱 暂时跌3.3% 接着跟大家看看手机设备股 今天的跌势比较大 特别是比亚迪电子跌5.8% 瑞星跌3.9% 信羽跌幅比较好 暂时跌0.5% 市传是三星电子 明年的手机生产量按年跌1.3% 受这个消息影响 这个板块今天也要下跌 但野村最新发表研究报告 他对信羽的表现相对比较有信心 因为由年初至今 信羽录得大幅调整后 股价比起年初跌了7成 因为主要是由于投资者的避险情绪 智能手机需求疲弱 可能拖累盈利的能力 市场逐渐将智能手机业务走远 反映在股价内 因为风险回报症变得更有利 将它的目标价由125元下调到101元 拼级由中性升至买入 最后和大家看看豪赌股 因为豪赌股今天逆市比较强 特别是正银鱼 今天好像不懂得跌 现在还升2.3% 金沙也升2.2% 据外电报导 澳门方面会自11月13日起 放宽外国人的入境规定 根据一份政府的声明 澳门将会找起 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 透过香港、台湾和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进入澳门 不需要事先获得卫生当局的批准 这些特定条件包括 包括持有工作或是学生签证或是居留许可的人士 计算一下 银鱼由低位起算 至今已经升了三成有多 今天再升上去 今集就和大家谈谈 我们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